主席 空委员好,还忘了跟您打交互 这个一国两区啊 确确实实是造成这个国内的一个 这么激烈的一个辩论 但是我听到 但是我始终不认为我们陆委会会出卖台湾的主权 因为就像这一次 这个平潭啊 平潭那个什么实验区 这次这个福建省的省长苏树林要来 当时这个他们是说 我们有五个什么共同规划经营什么管理 但是陆委会是第一个就站出来讲说 这个不是我们经过我们台湾 有充分的智商过的一个实验延续 完全没有啊 对 两岸公权力没有在这里合作 所以你们对现在这个平潭 这个目前的看法 因为现在他也在那个省长啊 省长目前也是在新竹招商 他们那不叫招商啦 那个不叫招商 他们这就是办座谈会嘛 讨论一些地方的运输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第一时间哈 就表达我们的一个立场 对啊 因为我们不是跟那个不是跟那个大陆哈 呃这个一起共舞嘛 那我觉得说在这个立场上 呃我觉得陆委会啊已经表现了 你们应有的立场 来捍卫我们 你说在平潭还是在哪 平潭的 在平潭的部分 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诶 不管行政院 金建会陆委会啊 所以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陆委会 就是说我们的民众不能够被误导 也呃 因为误导而而 因为这个投资本身风险很大 所以但是我们不会阻挡他们去投资 因为如果人民民众要去投资 那是民众的权利啊 但是讯息只要我们有多少讯息 我们就应该要来提供给民众参加 那这个这个我觉得在这这一点方面 我是肯定陆委会 谢谢 就是说该讲的话你们还是要讲出来嘛 对很不受欢迎 但是一定要 对 对那个政府的基本的我们的基本的想法 看法政策立场一定要表达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主委 现在到底我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都搞混了 现在有一国两制有一国两区 制度的制是怎么看 制度的制嘛 您提的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制 这个是这不是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也不是用在台湾 我们是不同意不接受的 不同意不接受 但是这个是大陆他们处理两岸关系 一般的基本方针都是这样 那现在一国两区呢 我们陆委会的立场是什么 陆委会的立场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个完整的依照宪法 跟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它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那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一个地区就是台湾地区 一个地区就是大陆地区 这个就是整个现在的法源的这个基础 是说陆委会也不反对就对了 如果他是这么完整的一个表述 是跟宪法以及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讲的就是描述的就是现在的两岸关系的现况的话 那这个因为是符合法的合线的 所以我们没有反对的余地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从李总统 陈总统到马总统 这个一以贯之的一个 两岸关系的一个现况的描述 可是对我来讲 一国两区跟一国两制 好像没什么没什么不同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制度 你刚才讲的大概是一个 一个国家两个不同的制度 对但是一国两区是一个国家 分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那也是不同的制度 不是这个在我们的法律定位 因为这个一定要回归到法律来看 在我们的条例里头 提到的就是台湾地区 这是一个治权的概念 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华民国领土 虽然涵盖固有疆域 但是我们的治权 我们政府的治权管不到那边 我们只管到台蓬金 这个叫台湾地区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们管不到 治权管不到 那个地区就叫做大陆地区 那个我想 最好的一个描述方式 就是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连战担任副总统 当时他喊了什么 一国两府 两个一国两府 两个不同的政府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平等 比较对等 这个是以前国民党执政 这个李登辉当总统 连战当副总统的时候 一国两府 我觉得这个比较 比较传神比较贴切了 好了 这个我的重点不在这里 恐怕民众也不容易了解 那是什么吧 重点不在 这个我只是说 这边谈一下 这个 最近大陆有很多 各省的领导都来了 这个从这个选过 选完之后啊 第一个啊 第一个到台湾来访问的 是那个我们北京市的市长 郭金龙 算是比较高层次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福建省的省长 苏树林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主委 那个上一次您答复哈 北京市的市长郭金龙 上次送了九部车啊 送到我们台中县的和平乡 然后这个车子呢 要送给原住民地区 分送给不同的乡镇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乡长啊 五六个乡长都去那边 接受那部车 那当时高金苏美委员 特别提出来 他说您当时认为这个不太妥 因为这个车子的部分 应该是我们 这个是地方政府的事务 不需要靠大陆来接济嘛 我们地方政府难道 三地乡要买一部车子 还要我们北京市的市长来送吗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我们是有表达说 类似像这个地方政府 我们的地方政府 应该要去照顾到原民乡的 这些就是我们自己 应该要去能够做到 这个应该是我们现有政府的责任 大陆如果要赠送什么东西给台湾 就像台湾也常常有一些机构 或者是民间团体也会赠送东西给大陆 这一些我们是觉得是说 最好就是由民间团体来处理 对 那当时本席也有受到邀请 但是我不去参加 不是说季节北京市的市长的好意 因为当时那个九部车都是以某一个委员为主 那等于我们去那边是干嘛 当那个插花嘛 等于是当花瓶一样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因为这个九部车都是由那个委员来分配 所以我今天今天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拒绝大陆对我们巴马莫拉克灾区 帮忙援助民乡镇 不管是送车 不管是赠债款的补助 但是我们反对是说 他这样一个资源 就是特别的讨好某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呢 这个对其他的 这个我们觉得我们不受尊重 就是说他们的资源啊 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不管是说莫拉克灾区的 赠债补助款 不管是送车这一方面 他的目的在哪里 我搞不清楚 所以我想说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大陆要帮忙台湾 我们欢迎 我们原住民为什么不能接受 可以啊 你要送我车子我们来用啊 但是问题是要透过转转转手 来这样来给某一个人来分配 到时候那几个乡长都去那边 要特别谢谢这位委员 认为他有办法 拿到大陆中共的这样一个善款 甚至于车子 那我觉得这个自我迷何地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跟简东民委员也接受邀请 但是我们不想去参加 不要去这个背书嘛 所以我说问题就是说 从以前本席有在讲了 莫拉克灾区 赈灾补助款 难道一定要透过某一个人的手上 这个是不是有中国大陆 有是不是特别想要帮助这个委员 来刻意地打击他的对手 就是本席根 所以我的优力 我的优力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国安局副局长 我抱歉 你觉得像大陆这样的 我们有没有一个法可以约束 好比说将来我们有灾区 这个我们大陆又要帮忙 这个叫莫拉克灾区的赈灾补助款 这个可不可以受到一些相关的法令的一个约束 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台湾的影响选举的一个因素 报告委员 这个我现在郑重的给委员报告 这个应该由主管机关去处理 我们国安局呢 我们依法是负责统合制造协调资源的 掌理国家安全情报事项 以及特勤 特勤为安的工作 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业务范围之内 主管机关应该是哪一个 这我不清楚 因为 当然我我是觉得说 呃大陆现在啊 我们现在又讨论到开放中资 开放中资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产业 第二个 省市领导的采购团 到中南部地区 第三个 赈灾的这个补助款 送车子 送钱 这几个都是大陆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可以影响到 也许是选举 啊 我我真的 呃不得不忧虑就是说 万一 这个 这个第三 第三波的中资开放 可以投资到公共建设 可以来竞标 来得标 做道路桥梁 做什么转运站 做火车站 到时候这些人 会不会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我们光从这个 赈灾补助 啊 送车这个方面 呃我不得不有这个忧虑 但是万一如果说 他们是大级的 啊 他们的这个 呃这个经贸团 啊 全部全部来这里来 竞争 竞标啊 不管是高速公路的 呃 转运站的 火车站的 啊 甚至于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我们几个 呃 国道高速公路的这些什么 服务区啊 啊 服务区 万一 这个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呃 这个 不管是重大的经建工程 有这么紧密的连结 我有时候不得不忧虑说 会不会影响啊 啊 这个他们在台湾的一个选举 重点的支持他们比较属意的 这些我们候选人 给文 这个两点报告 第一个 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 嫌疾 我想我们会携请我们相关的国安单位啊 来密切的注意 来收集有关的市政 如果 有切切的市政 我们当然会 来依法的办 依法的处理 第一点 第二点 开放录制来 这个参加我们的公共建设的部分 我想这个主管机关 事先呢都会经过 这个所谓 安全 这个审害的评估 风险的评估 那当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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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